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报道并没有提及 也就是说续约与否还存悬念 一是朱婷在意甲展现出了不俗的竞技状态 斯坦迪奇能否留住朱婷还很难说 如果说去年不迁朱婷 是因为大家还处在观望阶段 对朱婷的伤病恢复情况 实保留意见的话 现在随着她的持续高光表现 相信其他豪门一定会纷纷报价 就一名职业运动员而言 肯定还是会以自身利益为主 比如老东家瓦基福银行 可能会继续花大钱买下朱婷 一旦瓦基福出手 朱婷究竟是留在意甲 还是重返统钞呢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 斯坎迪奇女排的水平并不高 能否给朱婷带来持续的进攻和发展呢 二是明年就到了奥运会年 朱婷是否会和东京奥运会一样 提前回国备战呢 尽管之前有小道消息说 台鞋不会让在海外打球的球员 提前回国备战 但也仅仅是小道消息 并没有得到证实 作为中国女排的意见 朱婷回到国内备战奥运会 也可以理解 或许这也是朱婷迟迟没有传出 和斯坎迪奇续约的原因之一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